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救命神器 escalator就是电动的手扶梯 电扶梯 这本来是一个trademark 本来是美国的一个做电扶梯的商标名称 后来因为太有名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称为escalator 跟Xerox一样 它本来是一个营运的厂牌 现在这个已经可以用来指营运机的 brush就是刷子 它也可以指刷毛 它在这里指的是刷子 所以就是电扶梯的刷子或刷毛 然后我们要谈谈的是the design behind them 它们背后的设计 顺便提一下escalator这个字 现在新闻里面常常会听到它的动词 escalate escalate是从这个escalator出现出来的 本来它是个商标名 然后出现了这个名词叫做escalator 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合英文的习惯 如果变成动词的话听起来也蛮好的 所以才出现了 最后出现的是这个动词escalate escalate就是增加或者升级的意思 升一个级数 像我们常常讲 因为新闻里面常常讲说 tensions that escalated into violence 本来tensions本来是很紧张的状况 本来是双方对峙很紧张 tensions 但是就升级 本来只是对峙 有很紧张的状态 但是就升级escalated into violence 变成了暴力 好 因为是课头字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文章 文章我们看 一开始他说 if you were to ask people whether they have ever run their bare toes through those little brushes at the size of escalators few people might admit to this curious behavior if you were to 这个是假设语气 如果你要问 你不是真的叫你去问 就如果你问 假设一下 如果你去问人 whether他们有没有怎么样 whether they have ever 他们是否曾经 run their bare toes through run through run something through 这个他常常用来表示 to pierce 就是穿透 刺破 刺透 p-i-e-r-c-e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run 你可以想 他就是to pierce 或者是stab 或者就是刺 stab 好像拿一把剑一样 所以run through 就是刺穿的意思 所以你问问 有没有人 他们会run their bare toes 就是拿他们的光光的脚趾 toes是脚趾 就是没有被鞋子覆盖的脚趾 through 穿透 穿透到哪里 those little brushes 那些小刷子 刷毛 at the size of escalators 在垫幅梯的边的边缘的刷毛 也就是说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做过 就是如果没有穿鞋子的话 你看到刷毛 很多人就会好奇 就把脚趾伸进去 就是穿刺进去 伸进那些垫幅梯边边的刷毛里面 就给他刷一刷 就哦 刺刺痒痒的等等的 好 所以如果你问人 你如果你要问人家说 你有没有曾经把你的裸露在外的 bear就裸露在外 bear就是without covering 就是naked 你裸露在外的脚趾 你把你裸露在外的脚趾 把它伸进垫幅梯边边的刷毛里面去过 你如果问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的话 few people 几乎没有人 few是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人 might 可能会admit to 会承认这个curious behavior curious在这里就是 curious这个是可以表示好奇的 eager to know more 但是curious在这里不是好奇的 当然也有一点好奇的意思 因为你是好奇 但curious在这里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很奇特的 interesting because of oddness or strangeness 因为很怪 所以很有趣 oddness O-D-D-N-E-S-S 所以 很多人 你问他 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几乎没有人会承认 做过这种事情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admit to 这个片语 大家可以学起来 admit to 这个片语 它的意思就是 承认 通常承认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是to confess or acknowledge a personal wrongdoing wrongdoing 就做错事了 例如说 admit to cheating 承认 他承认他作弊 或者这个 admit to damaging something 各位注意 这个to是阶级词 所以你承认 破坏了什么东西 admit to damaging something damaging 要加ing 所以admit to 这个片语其实不错 好 所以几乎没有人会承认 做过这种怪怪的事情 this curious behavior 好 然后呢 下面一个句子就有空格了 空格之后我们先看 他说 this activity is surprisingly common among escalator users worldwide 这种举动 activity is surprisingly common 就是令你很惊讶的常见 那我们英文里面常常讲说 某个事情is common among某些人 就这些人之间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是 在哪些人之间 常常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在escalator users 就是手扶梯的使用者 也就是搭乘手扶梯的人 而且是全世界 全世界搭乘手扶梯的人 大概都很常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举动 好 因为人都是好奇的吧 所以这样子我们第一个空格 要填什么呢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文章的走向 他说 如果你问说 有没有人把你的脚趾 伸进手扶梯 边边的那个刷毛里面 你如果这样问的话 几乎没有人会承认 那下一句又说 搭乘手扶梯的人 很常会有这种举动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是对比的关系 就你问 没有人会承认 但是很常见 所以我们要填的是 跟但是类似意思的字 所以我们看 第一题给我们的这个选择 A as a result 结果那不是但是 你用结果放进去 会发现逻辑不通 那B for example 例如放进去也很怪 C nevertheless 这个就对了 所以你问 没有人会说做过 但是其实很常见 然而很常见 所以C nevertheless是对的 所以像你要找到这个答案 很重要就是 你要能看出来这个文章 尤其是空格前后的句子 之间的关系 那D instead 不是A而是B 这里没有这个关系 这里没有这个说 不是说大家不承认 而是说很常见 跟讲不通 对不对 所以instead也不对 好 所以第一个空格 我们解决了 所以nevertheless This activity is surprisingly common among escalator users worldwide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If you have done it before There is no need to feel embarrassed 如果你干过这样的事情 If you have done it before 其实我就承认了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试过一次 因为我真的很好奇 我很好奇 这个刷毛是多硬 所以我那时候穿凉鞋 我就把我脚趾伸进去 其实不舒服 所以试一次就够了 好 所以他这里就在讲我 我自首 If you have done it before 如果你做过的话 There is no need to 各位学起来 就是不需要 There is no need to 你也可以说 You don't have to 一样的意思 但是there is no need to 更客观 There is no need to 你不需要 feel embarrassed 你不需要觉得难为情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However You may consider refraining from doing blank again in the future 但是呢 You may 你可能可以 consider 那我们曾经提醒过 consider 你考量 考虑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事情 你要当做一个名词性质 所以考虑这个名词 所以如果是动词的话 你要加ing 你考量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个名词的概念 那在这里呢 这个动名词是refraining 那这个refraining 又跟后面的from 常常放在一起 to refrain from doing something 因为from是借词嘛 所以那个doing 要加ing 那这个refraining 它的意思就是 to keep oneself from doing or saying something is usually followed by from 所以refraining就是 压抑住 就是让你自己 不要去做 你要控制一下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叫refraining 所以如果你曾经 做过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事情 把脚趾 伸进那个刷帽里面的话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你也许要考虑 考量 就是不要再做这样子 要控制住 下次呢 就是要控制住 reframe from doing 怎么样 again 在in the future 未来 好 那我们看要选什么呢 我们看第二题 它第一个选项 a so 这就是我们要的字 reframe from doing so 就是不要再这样做了 叫做reframe from doing so again 不要再这样做了 那这个so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so 它可以用来做代名词 在这里就代名词 它可以用来代替前面句子里面 提到的那个一个状况 一个情况 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事物 但最重要一点就是 它常常放在三个动词后面 一个是do 一个是hope 一个是think 所以I will do so 我会这样做 或者那样 I hope so 常常听到 对我希望就是这样子 so就前面讲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I think so 我觉得是这样 so就你刚刚讲 或者是I don't think so 所以so这个字 有这样的文法 那放在这里 非常合适 因为他说 reframe you may consider reframing from doing so again in the future 好 所以正确选项是so 那我们看看其他选项 be such such它也可以用来代替人 或者事物 但是它不会放在do的后面 如果do后面有such的话 一定是do such a thing 不是do such 就这样子 而是do 那such such a thing 那个such是形容词 不是代名词 所以such当代名词的时候 它不会单独放在do的后面 不对 所以不会讲说do such 我们会讲do such a thing 所以b不对 那cwhat what它可以当代名词 常常用来指the thing which 所以不对 当然它这也是关系 副词的一种用法 它也有代名词的 这个含义在里面 那d which 它就是关带了 需要一个先行词 所以c跟d都不对 bcd都不对 我们选a so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far from being an invitation to enjoy a quick and easy thrill those brushes are intended as a warning for people not to get too close to the edge far from 就是绝对不是 远远不是 它就是almost the opposite of something 或者是almost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expected nowhere close to being something 就绝对不是 远远不是 它绝对不是一个invitation 绝对不是一个邀请 邀请你去干嘛呢 an invitation to 邀请你去enjoy 享受一下 a quick 一个很快的 还有很容易的 an easy thrill thrill就是一个乐趣 而且特别指的是一种刺激 a sudden feeling of pleasure 就是thrill 一种乐趣 或者是刺激 an excitement 或者是一个 sodden wave of keen emotion or excitement keen就是强烈的 对thrill 就突然之间一股很强烈 很爽的感觉 很刺激的感觉 很有乐趣 所以呢 这个刷毛 绝对不是邀请你 很快的去享受一点点乐趣 一点刺激 那这些刷毛怎么样呢 they are intended as intend在这里呢 它就是to design for a specific purpose 就是它设计的目的 叫做intend intend本来是企图的意思 所以intend你也可以说 to have in mind for a particular use 所以就是特别为了 某个用途来设计的 所以这些刷毛 are intended as 就是它设计的目的 是做为什么呢 是作为一个 a warning 一个警告 for people 是给谁的警告呢 a warning for people 给人的警告 然后呢 not to 就是不要 这个地方啊 你也可以把它想着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样的结构 放在a warning的后面 所以a warning for somebody not to do something 就是警告你 不要做这件事情 不要做什么事情呢 不要get too close to the edge 不要太靠近 手扶低的边缘 the edge就是 the edge of the escalator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他说 escalator brushes we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as blank 所以escalator brushes 就是这个电伏地的刷毛 we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as 特别被设计作为 as就是作为的意思 specifically 就是特别的 特定的 被设计 要做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第三个选项 a选项 space saving approaches 节省空间的方法 这很奇怪 b safety measures 安全措施 这是英文常见的一个语块 这个应该正确答案 它被设计用来当作 安全措施 measure 就是一个措施 an action taken as a means to an end 因为你们常常讲说 take measures to do something measure会加s take measures to do something 因为你通常 你采取措施 不会只有一个措施 或者就算是一个措施 里面一定有很多小的措施 好 所以这应该是正确答案 所以它被设计用来当作 一个安全措施 那我们看下其他选项 c energy efficient features 就是节能的一些features 一些特色 不对 d entertainment zones 就是娱乐的区域 zone就是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通常是 characterized by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r quality 通常是有个特别的feature 特别的这个特色 或者是特性 一个quality 例如说你前面可以加一个pedestrian 就是行人 后面再加个zone 就是行人区 行人徒步区 好 pedestrian 它的拼法是 p-e-d-e-s-t-r-i-a-n 然后后面再加个zone 这可以数的 或者是 我们现在常常听到 a war zone 就是战区 打仗的地方 war zone 或者a danger zone 一个危险的区域 所以zone是这个字 是这个意思 很棒 但是呢 很好的字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字 所以他们现在呢 特别被设计 这些毛是特别用来设计 当做一个safety measures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they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europe in 1995 and by 2004 they became mandatory on all escalators in these areas 所以they were first introduced 他们首先 首次被引入 被启用 是在英国 还有在欧洲 这是在1995年的时候 那到了2004年呢 他们就变成的 mandatory 就是强制的 required by a law or rule 就是强制的 abigatory o-b-l-i-g-a-t-o-r-y 所以到了2004年 他们就是强制的 on all escalators 在所有的这个 电扶梯上 首扶梯上 in these areas 在这些地区 所有的首扶梯 都强制要有这个东西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their purpose is simply to reduce the risk of accidents 所以各位学起来 their purpose is simply to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干嘛 或者你可以说 their purpose is to 好 他们目的就是要 reduce the risk of 就是降低什么什么的风险 那这里降低的什么风险呢 是accidents 那各位也是把这语块 整个学起来 reduce the risk of accidents 好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有一个空格 although escalators may seem blank serious injuries can occur when clothing or even a body part gets dragged into their sides 虽然 escalators 电扶梯啦 虽然 看起来好像怎么样 但是呢 serious injuries can occur 严重的伤害可能会发生 当怎么样 clothing 衣服 或者甚至于一个body part 一个身体的部位 叫做body part gets dragged into their sides gets dragged into their sides gets 这个动词又来了 get在这里就become的意思 成为 尤其是get 常常他可以表示 to become drawn in 或者是entangled 或者是involved 所以就是被缠住的意思 变成被缠住的意思 所以例如我们讲 to get into debt 就开始负债 d-e-b-t debt 也就是被 通常get into debt 不会是主动的 没有人会主动要负债 都是被拉进去的 被扯进去的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get dragged 就是被拉进去 脚趾 drag是拉的意思 被拉入 被卷入 gets dragged into 那这个drag 我们刚刚讲的拉 英文解释 the pole with force their sides their就是手扶梯 所以你被拉 被卷入 这个手扶梯 你的衣服 或者你身体部位 例如脚趾或者手指 被卷入手扶梯的意思 那这里第四题 我们要选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电扶梯 看起来也许怎么样 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严重伤害 所以这有这个意思的对比 所以也许看起来怎么样呢 我们看第四题 A选项 protective protective就是保护的 或者是有保护作用的 having the quality or function of protecting 所以我们常常讲 a protective cover a protective cover 就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盖子 protective也可以表示 保护性很强的 就是tending to protect 例如你可以讲 an overly protective mother 就是过度保护小孩的母亲 这样子不好 overly protective的一个妈妈 好 这个字很棒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字 be complex也是形容词 复杂的 繁复的 它可以表示 not easy to understand or explain not simple 也可以表示 complicated的意思 这也不是我们要的字 necessary 必须的 也不是我们要的字 harmless 是无害的 without the power or desire to do harm 那有一个比较高干的 同意字叫做 innocuous innocuous 它的拼法是 I-N-N-O-C-U-O-U-S innocuous 这个几乎是 G-R-E的智慧 那harmless 是无害的 例如我们常常讲 a harmless prank 一个无害的玩笑 prank P-R-A-N-K 所以这些字里面 我们要选什么 harmless 因为有个对比 看起来好像无害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 发生严重伤害 这样才通 所以第四题 我们选的是harmless 好 那我们看这一段的 最后一句 它说 simply put the brushes are there to blank a soft barrier to prevent such accidents simply put 就简单地说 in clear more direct or mo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terms in clear 就比较清楚的 more direct 更直接的说法 或者是mo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更容易让你了解的 这样的terms 也就是简单地说 simply put 简单地说 这些刷毛呢 are there 装在那里的目的 to 目的是干嘛呢 to怎么样 一个soft barrier 柔软的 barrier 就是一个屏障 一个障碍 一个屏障 来prevent such accidents 来避免这样的一些意外 那我们第五个空格 要填什么呢 我们看 它给我们的选项 A选项 take up take up 有两个重要的意思 一个是占用空间 或占用时间 例如你可以说 well I like the way the desk looks but it takes up too much space in my study 这个书说看起来 很漂亮 但是呢 会占用我书房 太多的空间 study 在这里是书房 或者你可以说 this project is taking up all my time 这个计划呢 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 这take up 第一个常用的意思 第二个常用的意思 开始从事某件事情 how to begin doing something to begin doing something as a hobby 或者是 as a steady practice steady 就是稳定的 常做的steady 所以例如你可以说 I'm taking up cycling to school as a way of getting a bit more exercise 所以这片语很棒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b这个选项 get over 这也是很棒的片语 它就是 不再因为某人 或某事而伤心 或者是介意 例如你可以说 I don't think she'll ever get over losing her job like that 她那样子 丢掉了她的工作 我想她永远 无法释怀 永远没有 get over losing her job like that 或者是某人 失恋已经半年了 或者我说 我已经失恋半年了 但是 I still haven't gotten over her 我还是放不下她 或者你可以 劝别人说 well it's just a crush you'll get over him soon enough crush就是 迷恋 it's just a crush 你只是迷恋而已 you'll get over him soon enough 你很快就会 忘了她的 这个也是很棒的片语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c serve as 就是做为什么 有什么功用 这个很对 因为它是 serve as a soft barrier 所以这是证据答案 那第一选项 carry out 是完成或者执行 to do or accomplish something 你可以carry out an order 很棒的片语 但不是我们要的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他说 next time you are riding an escalator in sandals and feel the urge to brush your foot against the brushes think again 下一次 you are riding an escalator 你在搭乘 riding在这里搭乘 下一次你搭乘 电斧梯的时候 in sandals 就是穿着凉鞋 下一次你穿着凉鞋 搭电斧梯的时候 然后呢 you feel the urge to 你突然有一个冲动 想要 urge就是 a strong impulse i-m-p-u-l-s-e 很强的冲动 很强的一个inner drive 内部的一个drive 一个驱使力 一个驱动 drive在这里是驱动的意思 inner是内部的 i-n-n-e-r 或者是一个yearning 你突然很渴望 y-e-a-r-n-i-n-g 下一次你搭电梯的时候 突然很渴望 很冲动 很想要 brush your foot against the brushes brush a against b 就是在b上面 摩擦a 用你的脚去摩擦 那个brushes 你如果再这样子 有着冲动的话呢 怎么办 think again 你再想一想吧 好 为什么呢 因为 all ten of your toes will thank you later for not engaging in this risky activity 你所有的石跟脚趾头 都会 稍后都会谢谢你 will thank you later 为什么要稍后呢 因为他确定 你没有要做的事 他才会谢你 稍后 他会谢谢你 为什么谢谢你呢 for not 谢谢你 你没有怎么样 没有 engaging in engaging in 就是从事 participate to take part 因为你没有从事 这一个risky activity 没有从事这一个 有风险的举动 risky就是有风险的 accompanied by or involving risk or danger activity 在这里可以变成举动 所以因为你没有做这个 有风险的举动 你的石跟指头会谢谢你 因为一不小心 你的小指头可能会受伤 或者被卷进去 好 那这篇文章 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为止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